今天的精辟的分析 我只能做个补充 那我在这边就延续 徐董事长刚才讨论 两岸金融的业务 台湾到底有哪些潜力 有哪些要注意的事项 来做一些出钱的看法 刚才徐董事长在报告的时候提到 上中国大陆在新的十二五规划里面 对金融业的破坏 说实在是蛮先进 不管是在指 希望说把整个金融服务业的产值 维持在5% 或者是说希望将来 整个直接金融要提升到15% 这个可能对台湾影响是很大的 那另外在大型的金融机构 或者是整个监管风险控管 银行的覆盖面 以及整个其他的金融业务 它都有蛮详细的规划 我们知道说中国大陆 它经济成长非常快速 在快速成长的时候储蓄力很高 因为储蓄力50%以上 所以累积了很多的资产 那带动的金融产业也是非常快速成长 当然在这种官方的这种保护政策下 金融业真的这个刚才旭老师讲的 太要拍谁了 就是赚钱赚到不好意思 可是这种情况是不是能够持续 我想我们可能要注意一下 因为目前国际这种宽松货币政策 大概会使很多利息 利率来讲普遍走平 另外中国大陆它也逐渐在自由化 国际化 它的利差已经慢慢在缩小 有些归汇有些那不当的汇用 也是逐渐在禁止 所以以前保障的业务 可能将来不是那么的 就是这么保障下去 那台湾呢 当然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切入的 当你一个金融 整个经济体系越来越成熟的时候 它传统的待放业务 比重一定大幅下降 代字而起是跟民生或企业融资相关的 例如信用卡 例如融资的多元 私募并购 或者是接金融 还有一些避险的 费力避险 相关的业务 一定是越来越比较蓬勃 那台湾目前在看中国市场 大概有几个区块 大家觉得很有兴趣 而且觉得说我应该有所可以发展的 刚才徐老师提到 我们第一个区块是讲说中小企业放款 因为中小企业放款 各位可以看它的 国营的大型航库 在中小企业放款这个区块 只占它的四成都还不到五成的业务 表示说虽然中小企业比重高达99% 可它融资的需求并不是获得满意 那徐老师也提到 实际上人家中小企业 融资也是发展很快速的 尽管是发展很快速的确是还有一个落差 因为99%是中小企业 很多金融机构的比重相对还是低 但是我们要注意台湾早期对中小企业 是有非常丰富的发展经验 是因为我们有地域关系 我至少知道这些临近这些公司 它是经营什么 它的老板是长什么样子 大概会不会倒战 我会比较清楚 因为有在地的了解 那我们要去中国大陆去经营中小企业的时候 首先要挑战的问题 就是说我怎么区分这些中小企业的风险 因为这个可能对我来讲是比较陌生 当然台商会觉得说 这个服务台商就好 可是各位要注意台商在中国大陆的 显著性或比重是一定是越来越低的 因为随着企业的转型 或者是中国大陆蓬勃的发展 台商在扮演中举出轻重的角色 一定是越来越弱 所以光靠台商可能是不太能够生存 最好还是针对整个市场的发展 所以我们金融业在发展的时候 实际上已经讨论很久 我怎么样有效地区分 各个中小企业的信用风险属性 变成是将来需要做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课 另外一个刚才我们提到中国大陆高储蓄累积了很多资产 据这个估设的话一个财务公司估设 2013年拥有百万美金可以供投资的这个中国大陆的加价 78万8千付出 平均每付拥有4.4百万美金的这个可以管理的资产 这是很庞大 而且还是很快速在增长 的确资产管理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业务 可是我们台湾呢 当然我们有很多优势 但是我们要试问的就是说 我到底要提供什么金融商品 我们是跟其他的金融机构都一样的经营方式吗 还是说我有比较独到的 所以因地治理的去制定一个他们所需求的金融商品 迎合他们的发展 或者是我怎么样去 当我有跨国营业的时候 我资产管理的这些风险控制 或一致性的这种投资策略是怎么去形成 这可能是台商在未来就是金融机构在大陆拓展的时候 是必须要很慎重考虑的 另外呢 中国大陆就整个保险额度 已经要升到全世界第七 但是美副的保险还是很低 台湾是No.1 所以台湾的保险业说实在的是竞争是很激烈的 也生存的不太好 就是说大家因为肖家族做的也非常幸好 中国大陆的确是一个钢器化的 因为就用人均的保险单数来看 的确是潜力很大 可是你问这些保险机构去中国大陆 还是碰到一样的问题 第一个 他没有在地化的 这些业务拓展人才 第二个 他的管理方式 还是没有办法跟这个就是营造出他的将来的获利的基点 我们知道说有些比是看得到 但真正去做的时候却遭遇到很多本来既有的问题 那如何在培养这个我们自己的在地化的行销的人 而且整个产品要符合当地的需求 在这种大陆现在对保险的意识不是很高 因为普遍的房地产获利高 其他的资产获利高 可是如何在这个环境里面去拓展未来 这需要是有拓展 有些营运的策略 更重要的是说台湾目前即使保险业者所谓保险的风险跟资产的风险 还是没有办法融在一起 但这是整体的营运风险说实在是不太好 那更何况将来在不同地区去拓展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样去整个整合的来风险控管 这个变成在保险业者必须要很正式的问题 那当然我们看这个另外一个大区块就是这个信用卡 但是中国大会信用卡就发展非常蓬勃 很多人跟我说那个已经是杀到没有利润了 不要再切入了 可是就人均的信用卡数目还是很低 所以这个市场是很怪异的 就是你看它总量或者是很多这个 而且赖账的情况的话 因为它这个可以跑到不同时候干什么 就不付了 就很多利润也杀得很低 好像没有什么这个潜力 可是你细观察这个国际的发展趋势 像金融卡信用卡的发展 它带动的相关服务绝对是有市场 只是我们要去怎么经营 那台湾的金融机构也受过这个双卡的这个 这个一些问题在 所以我们也是有一些经验 所以在这个市场里面呢 我是认为将来我们有没有机会 有 但是你要怎么样的有效的管理 降低违约率以及营运成本 这变得是台商切入的时候 这个很重要的一块 刚才我们提到中国大陆在规划的时候 实际上它对私募并购直接金融国际融资 甚至起货信托这些业务 它慢慢会采取比较开放的态度 但是我们是不是规定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题 尤其是不是说中国大陆各位现金都去过 这个大多数里面的三部一个小金融机构 五部一个大金融机构 实际上很多金融机构早就在那边 琢磨很深 我们拿什么商品 我们用什么态度去经营 什么策略 这变得是我们金融机构在大陆发展的时候 必须要非常清楚 我认为个人出浅看完 中我们台湾的金融从业人 我比我身体比这个徐老师胖 我比他乐观一点 全对是有发展的潜力 因为我看到很多欧美 或者是我们在东南亚新加坡香港 很多都是我们台湾子弟在那边发光发热 我是金融从业人在 我们绝对有能力 但是问题在哪里 就是我们在金融业的这个发展缺乏策略 而且缺乏比较逆取的发展 那主管单位我这里会比较建议 采取站在业者的角度 如何开疆拓土的姿态 来这种精神来规划这个金融管制 当然这个金融管制 是一定要符合国际的管理规划 一定要管理趋势 一定要符合 但是要以图力 就是要有这个真理为主 因为台 我们看台湾两个区块 制造业你不管它呢 做事你做到世界各国去 但是服务业金融业 你管它管得很凶的 好像比较辛苦一点 当然不能完全规则于这个管理 但是我是觉得说 管理当局 或许可以更开放国际化的观点 来管理 我这里举一个小例子 韩伟的米瑞 在他只是1997年以后成立 当初默默无 现在变质在资产管理 在东南亚是不可或缺 非常重要的情况 为什么人家可以从那么小一个公司 可以拓展到东南亚各国 当我们的主管机关说 哦 你看我现在审核基金的时间 已经收了一半 但是比起韩国 还卖人家六分之一 我不敢 就不能讲太明 但是当我们在做很多规范的时候 或许我不能关起门来说 我已经改进很多 我或许真的要把金融业 能够发光发热的时候 我跟邻近很多 就是不要跟太先进国家 就是我邻近这些国家 保住我想赶得上的这些国家 到底我的管理的效率是怎样 或者是我的采取的方策略是不是对 或许这样子对我们整个金融 产业发展是更加有利 那以上是个人非常粗浅的观点 就这样各位谢谢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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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